在韩邦获得了两个不能算作成果的成果 一是大国支持平昌冬奥会 二是双方为了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达成自相原则共识 支持冬奥会是一直以来的立场 此次不过是重申 而且反对奥运会政治化的立场从未改变 至于维护半岛和平的四项原则 包括绝不允许商战商乱 坚持不可化原则 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所有问题 鼓励双方改善关系等 这本身也不合中韩的利益 这两个成果 似乎更像是遮羞布 掩盖文在寅两手空空的尴尬 没有联合声明 没有联合记者会 没有联合新闻公报 没有热烈隆重的氛围 这是韩国自取其辱 文在寅依靠三部承诺拿到了敲门砖 却迫于国内压力 在所有行程与安排中都拒绝提及这个承诺 更不用说白纸黑字写到联合声明里 韩方清楚 如果将三部承诺写入联合声明 不仅韩国保守势力会继续攻击青瓦台的低头外交 还会不与邻国一个名正言顺的把柄 日后可以依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声明约束韩国 最重要的是 三部承诺 承诺不参与导弹防御体系 承诺不再追加部署 萨德 承诺不与美日组成三国军事同盟 对美韩同盟将会产生限制作用 韩国没有一个政客敢容老美国 况且 韩方似乎只把三部承诺当成一个权宜之计 并没有要严格执行的意思 无论是韩国民意还是青瓦台智库 都普遍认为部署萨德是必要的 是邻国反应过度 文在寅作为总统 既不敢得罪民意 又要给韩国经济和外交寻找出路 只能在交缝中寻找机会 这注定韩方不可能带来应承诺 这暴露了韩国最大的软肋 作为美国控制下的傀儡 无法根据国际形式调整内政和外交 只能被动地主观地做出一些违背事实的决定 如今的亚洲秩序正在重新组合和构建 随着大国崛起 最显著的变化是 没有国家可以再损害大国战略利益的同时 搭乘大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个实时务者 为了谋求本国的经济发展 上任之后就疏远于美国的关系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挑衅 并做出了保证 这才成功绑华 并获得两国经贸正常化这个最大的成果 杜特尔特还在东盟方会等一系列场合支持中方主张 这就是建诺 即使自取为南亚霸主的印度 也是撤出了越境军队并做出相应保证之后 才能成功举办中俄宁三国外展会 与这些国家相比 韩国想通过口头上的承诺就令最大贸易伙伴放弃限含措施 未免一想天开 文在寅的真实想法恐怕是这样的 向访美国 走通高层 与大国领袖建立个人友谊和信任 从而化解一些难题 问题是 韩国是美国吗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如今韩方对华展开的是情感攻势和笑脸外交 文在寅来访时正巧赶上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 他也用同病相连 荣辱与共 携手同行来勾起两国并肩战斗的抗日记忆 国人不会忘记抗日记忆 尊重韩国的抗日制式 但也不会忘记核心战略利益遭别国侵犯的事实 这是两码事 探克认为 文在寅依然停留在打嘴炮的阶段 错过了一个天赐良机 如果韩国总统能够出现在南京 与大国领袖一起出席国家攻击日 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反对日本的态度 不仅能够表明不与美日组成三国军事同盟的决心 还能赢得邻国人民的好感 一定程度上能够融化反对萨德的尖兵 问题是 韩方错过了国情 低估了大国民众反对萨德的凶有名义 甚至荒诞地认为萨德问题已经翻篇 这是自以为是 自高自大 韩方还提出了一些不可迟疑的要求 一 让韩国明星在12月14日登台演出 二 将2018年定为中韩护访年 完全放开旅游限制 三 要求会晤一些重量级人物 四 极力邀请大国领袖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成为韩国人的保护伞 这些要求无一例外都遭到明确拒绝或打了折扣 悲观的韩国媒体甚至声称文在营遭到了讯事 究其原因 还是韩国人误判了形势 萨德问题 本质上是韩国如何调整在中美之间的定位问题 如果说之前还能在安保上依赖美国 在经济上依赖东亚大国 随着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这一套已经是落后于现实 韩国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昨天 认为韩国经济 韩国旅游 韩国文娱业对华 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没有意识到邻国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自信程度在不断提升 沉迷于邻国给予与韩国恢复关系的幻想里 将两国关系遇到的困境简单归结 于是报复于反报复 事实上 身为韩国总统的文在寅没有解决萨德能力 也不敢动摇美韩同盟 但这不是前提 韩国不能把所有主菜先让美国享受 然后打包一些残根冷制招待邻国 还声称这是诚意 韩国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小问题 同样的小问题还有不少 韩国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 文在寅应该感激大国 因为大国同意其来访 已经给足了面子 是对文在寅一系列示好的回报 自调警会执政末期中断的官方交流渠道逐渐得到恢复 这已经足以让文在寅消除受辱感 也足以向韩国国内交代 韩国的精英们现在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默契 只有保持中立 只有远离美国 只有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 只有破解东北亚的冷战格局 才能得到真正的尊严 得到邻国的尊重